从轻的泱泱中华 如今却被列强肆意欺凌 若奋起自强 失从西洋 却被攻击变下渔移 动摇国本 若继续固步自封 那山河破碎 国将不国之日 不远哪 应该如何着手啊 你若想听 可以进去听 刘先生 我祝你许久了 我发现 你特别喜欢听 老师们讲变法 是 在你听课和干活之外 你可以读读这几本书 你现在在干吗 水也不骚 柴也不砍 桌子也不擦 院子也不打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杂役 不是学生 还能是干吗 还不去打扫院子 好 不用 来 那一个 放着好好的沈家二少爷不当 来这里当下人 还被任赫来骂去 你说 你到底图什么呀 我图个心安 连爹都不叫一声 爹 我们爷俩好好聊一聊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这样作践自己 就是为了跟我赌气 赵白氏已经被革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前几天 因为什么 以权谋私 把机器织布局的商骨 全都给了吴家 这种理由也有人信啊 靖阳商家联名尚书 不由得不信 商家是谁 不会就是你吧 又是杜明里支持你那么做的 是不是 是 栽赃陷害 弄虚作假 颠倒黑白 爹 还有什么坏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你 我去 爹 我错了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劝你跟杜明里分家了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你跟杜明李 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显儿 这个世上没有黑白 只有阵营 如果你不想被对手打败 只能选择杜明李 我之所以不择手段 只不过是为了能活下来而已 你不用那么卑鄙 一样可以活下去 我停不下来了 爹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显儿 爹再怀 也是你爹 回家吧 我不回去 爹老了 很多事情 管不过来了 如果我今天跟你回去了 我这辈子都搬不到杜明李 你知道杜明李背后的靠山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呢 只要找准时机 哪怕他是王国 哪怕他是贵族 我一样搬得到 你要干什么 变法图存 改变中国 爹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能做得到 双奶奶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那我让千红来陪陪你 不用 我在外面 透口气就进去 双奶奶 这棵树不太安全 明天我让人把它砍了 别砍 千万别看 千万别看 我就说爹怎么能找到这儿来 一定是你出卖我 少爷 夫人想你想的都生病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 所以才告诉夫人的 你不会怪我吧 我若真的怪你 就不会留你在这里补衣服了 你说说你 干吗非要跟老爷这样呢 你要是退一步的话 全家人都高高兴兴的 那岂不是更好 你们都以为我在跟老爷赌气 其实不是 对了 有一次我听老爷说 前段时间 吴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现在什么赵大人垮台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收拾吴家了 那你要不要去提醒他一下 让他避避风头啊 我跟他之间 已经是山高水长了 他撑也好 白也好 与我何干 馨儿 娘 娘 你怎么来了 你能下床了 是 少爷 夫人刚能下地 就来看你来了 馨儿 跟我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哪里吃得了这种苦啊 没事的 娘 我都习惯了 可是 娘 我真的习惯了 我跟你爹都说好了 他不会再逼你做什么了 你想干吗就干吗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 清清静静地多读几本书 这里 娘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 我就再换地方 我保证你下次找不到我 馨儿 我不逼你 只是这里 夫人 您放心吧 我跟少爷都商量好了 我隔段时间就来照顾他 您就不用担心了 是 玲瓏啊 二少爷 我就托付给你了 是 夫人 你 你